我已经准备好了 你呢 我早就准备好了 你的手 苏院长 苏云的手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拿不了手手刀 请进 张大夫 忙着呢 有事啊 没啥事 我就想问一下 你看我在医院里面 住了这么长时间了 我啥时候能回去啊 根据复查结果 还得再观察一周左右 一周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您忙着 您忙着 谢谢 我下午来送药的时候 没看见人也没在意 这晚上过来吧 还没看见人 一看他柜子都空了 再去调监控才发现 他趁中午人多的时候 偷偷离开了医院 郑主任 他还欠住院费呢 这回肯定又得扣工资了呀 真是 怎么能这样 他找多少钱 从我这儿扣 我可算是知道了啊 堂堂一个技术科大主任 怎么能穷成这样 还欠着我五百块不还 感情这么多年 你除了还助学贷款 还一直给患者垫钱啊 还一直给患者垫钱啊 别的患者就算了 给他点 以得抱怨啊 那你听过后半句吗 你想说你是一直抱怨 小时候只知道以得抱怨 长大了才知道 还有后半句 一直抱怨 选择从一 举得不满意 齐博克拉底参严就是我们的纸 我已经准备好了 你呢 我早就准备好了 你想说什么呀 你的手 苏院长 苏院的手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拿不了手手刀 两年前 苏云在北达 是心外第一刀 吴凤仪教授的得意门神 来有一次 遇到一位晚期扩张性 心肌病的患者 对方想做心脏移植 但是又没有合适的供体 研究后决定 做左心室简容手术 巴蒂斯塔手术 对 整整十一个小时 一开始吴教授做的手术 后来教授体力不支 是苏云接的手 切下来三百零二可行器 手术成功了 但患者没度过危险期 巴蒂斯塔手术的死亡率 确实高达百分之二十 你理解 但患者家属不理解 找他们问责 聚丧中 旁边的消防栓玻璃被打破了 教授摔倒的时候 是苏云的手 右手按在了地面的布里上 不是苏云的手 不是 是教授的手术上 再也做不了手术了 从那以后 苏云也做不了手术 也就是说 苏云的手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对 心里上 是 抉择是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 但只有当我们面临抉择的时候 才能真正地发现 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